桃園市中立區一棟四層樓的民宅 在今天凌晨一點發生了火警意外 導致屋內一樓的家具幾乎都被燒毀 七樓的汽車車頂跟機車也被燒的只剩下股價 消防人員獲報之後是趕緊出動雲梯車救援 那我們獲報之後到達現場發現 畫面當中可以看到熊熊大火是不停從屋內 寸出夾帶了濃濃黑煙直寸天際 整棟住宅都陷入一片火海 消防人員立即涉水灌救 而附近民眾看到大火是雙手不停的在祈禱 鎖幸火是被控制三名住戶也都被救了出來 兩個人送往醫院檢查 而消息的起火原因也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離情